新的连续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 建立轮回的主要论点 是以深刻了解 新的连续为基础 意识来自何方 它不可能没有来出 如果没有之前立即的瞬间意识 瞬间的意识是不可能产生的 对这个复杂的过程 有人做过如下说明 佛教徒接受的轮回观念 主要是以意识的连续 为基础 就以物质世界为例 我们相信 目前宇宙的一切元素 即使是小到极微的程度 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根源 在这个起点 物质世界的一切元素 都被凝缩成 所谓的宇宙粒子 这些粒子则是前一个宇宙分解的结果 因此 这就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周期 宇宙承住坏空 然后又生成 心也非常类似 我们拥有某种被称为心或意识的东西 这个事实十分明显 因为我们的经验就可以证明它的存在 同时我们又可以从经验得知 当我们称为心或意识的东西 遇到不同的条件和环境时 是会改变的 这告诉我们 它由片刻组合的性质 即容易受到改变的影响 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 在粗略的层次上 心或意识与身体的生理状态密切相关 事实上还会受后者的影响 但是在心与物质粒子互动时 如果要产生具有意识的生命体 必然有某种基础 能量或来源 就像物质面一样 现在心一定是过去心的连续 所以如果你追溯自己当下的心或意识 一定会发现 你在探讨心如何连续时 必然可以追溯其根源到 无穷尽的层面 就像物质宇宙的根源一般 是无始的 因此一定有持续不断的轮回 让那个心连续地存在 佛教相信普遍性的因缘法则 认为一切事物都会改变 都有其因缘 因此不相信有一个神圣的造物主 也不相信生命可以自我创造 相反 佛教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气 都是因缘合合的结果 所以心或意识 也是由于先前事件的结果而产生 当我们谈到因和缘时 有两种主要的类型 主因是产生某种事物的材料 助缘是促成因缘作用的因素 就心和身来说 虽然可以彼此影响 却无法变成对方的内涵 心和物虽然彼此依赖 却无法当作对方的主因 这是佛教接受轮回的理论基础 大多数人以为 轮回这个名词 隐含某种东西在轮回 它从一生履行到另一生 但在佛教里 我们不相信有一个独立和不变的实体 比如说灵魂或自我可以在肉体死后还存在 我们相信让生命和生命之间相联系的 并不是一个实体 而是终极最威系层面的意识 轮回发生的正确过程 则可以从下力获得很好的说明 在轮回过程中 相续的存在并不像珍珠项链的珍珠 有一根线也就是灵魂串成 线穿过所有的珍珠 相反 它们像堆成一摞的头子 每一个头子都是分开的 却支撑着它上面的头子 因此在功能上是相连接的 在头子之间并没有实体 只有因缘作用 在佛教经典中 对于这个因缘作用的过程 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佛教圣者纳仙比丘 就曾针对米林陀王提出的一连串问题 做过详尽的说明 米林陀王问纳仙比丘 当某人重新出生时 他跟刚才去世的人相同呢 还是不同 纳仙比丘回答 既非相同 也非不同 请告诉我 如果有一个人想点灯 他能提供整个晚上的光吗 能 初夜分的火焰 与中夜分或后夜分的火焰 相同吗 不 那是说 初夜分是一盏灯 中夜分是另一盏灯 后夜分又是另一盏灯 不 同一盏灯的光照亮整个晚上 轮回非常类似 一个现象升起 同时另一个现象停止 所以 在新存在之意识里的动作 既不与前一个存在之意识里的动作相同 也不与之不同 米林陀王又请纳仙比丘 举另一个例子 说明这种依存关系的正确性质 纳仙比丘就把它比作牛奶 凝乳 牛油和牛油炼乳都可以用牛奶制成 却和牛奶不同 但又要完全依赖牛奶才能制成 米林陀王于是问 如果没有生命 从一个身体传到另一个身体 那么我们不就可以不受过去是恶业的果报了 纳仙比丘 纳仙比丘举了这个例子 有一个人偷了别人的芒果 他所偷的芒果与另一个人原先拥有和种植的芒果并不完全相同 这么说来 他还应该接受处罚吗 纳仙比丘解释 这个小偷必须受罚的理由是 被偷的芒果因为他们的主人先播种才生长出来 同理因为我们在某一世做了善恶业 使得我们和另一世有所连接 所以我们逃不了善恶业的果报 业 在佛陀成道的中业分 他获得另一种知识 补充了他的轮回知识 叶 因果的自然绿 我以清静和超越肉眼的天眼 看到生命如何消失和重新形成 我看到高等和低等 光彩耀眼和微不足道的生命 我也看到每一个生命如何依据他的业而获得快乐或痛苦的轮回 轮回背后的真理和驱动力就是所谓的业 因果实在强调的轮回数量之音乐 我们最好把他设为主宰宇宙的因果律 业的自然意思是行动 业既是潜藏于行动的力量 也是行动所带来的结果 业有很多种 国际的业 国家的业 一个城市的业 个人的业 一切业都错综复杂 彼此相关 只有政务者才能充分了解 他们的复杂性 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说明 业又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 不管我们以身口意做些什么 都将产生相应的结果 每一个动作 即使是最细微的动作 都孕育着它的后果 上师们说过 就算是少量的毒药 都可以致死 就算是小种子 都可以长成大树 诚如佛陀所说 不要忽视小恶 尽管火花再小 都会烧掉 像山那么高的干草堆 他又说 不要忽视小善 以为它们没有什么用 即使是小水滴 最后都可以住满大容器 也不像外物那般会枯萎 或在任何时候失效 它不会被时间火或水毁灭 它的力量永远不会消失 一直到它成熟为止 虽然行动的后果可能还没有成熟 但只要有适合的条件 它们终将成熟 我们通常都会忘记自己做了些什么 往往在很久之后才会受到果报 那时候 我们已无法将它们与原因联想在一起 吉美林八说 想象一只老鹰吧 它飞在高空上 并没有投下影子 没有任何真相 显示它就在天空 突然间它发现了猎物 俯冲而下 促然扑到地面 当它降落时 恐怖的影子就出现了 我们的行为常常会延后呈现果报 甚至延到来世 我们无法指出 是哪一个因造成某一个果 因为任何事件都是许多页 成熟之后 集合在一起的复杂结合体 因此我们都会以为 事情是偶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如果每一件事都很顺利 我们就称为好运 除了业 还有什么能够如此合理的 解释我们每个人之间的 极大差异呢 即使出生在同一个家庭 国家或类似的环境 我们还是有不同的性格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也会完全不同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倾向和命运 诚如佛陀所说 现在的你 是过去的你所造 未来的你 是现在的你所造 林花生大士进一步说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过去是 看一看你现在的情况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未来是 看看你目前的行为 善心 下一世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出生 完全取决于这一世 我们有什么性质的行为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 我们行为的结果 完全是由行为背后的动机而定 绝非取决于行为的轻重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位年老的起父 名叫 以赖喜悦 他常常看国王 王子和其他人 供养佛陀和他的弟子 他最希望的 莫过于也能像他们一样 供养佛陀 所以他就外出行起 但一天下来 仅要到一枚小铜板 他拿着这枚铜板 向油商购油 油商告诉他 这么少的钱 什么也买不到 但当油商听说 他要以油来供佛时 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心 给了他想要的油 他拿着这些油 到僧院点了灯 他把灯放在佛前 许愿说 除了这盏灯 我没有什么好供养的 但希望通过这种供养 我将来能获得 智慧之灯 愿我能解除 一切众生的黑暗 愿我能净化 他们的一切业障 引导他们正悟 当天晚上 佛陀的弟子穆建联 前来搜集所有的灯石 其他灯的油都烧光了 那位起伏的灯 却一直烧着 破晓时分 穆建联看到 那盏灯还燃着 油满满的 并且有新灯新石 心想 这盏灯 为什么白天还燃着 实在没有道理 于是想要吹熄 但灯仍燃着 他试着 以手指掐灭竹花 没有成功 又试着 以袈裟将其焖熄 依旧没办到 一直在看的佛陀说 穆建联 你要熄灭 那盏灯吗 你是办不到的 你甚至无法移动它 何况熄灭 即使你把大海的水 都浇到这盏灯上 它还是不会熄灭 世界上所有河流和湖泊的水 都熄灭不了它 为什么呢 因为这盏灯 是以诚心 清净心供养得来的 那种动机 使得它拥有巨大的功德 当佛陀说完这句话 那位起父走向他 佛陀为他授记 将来必定成佛 名曰 燃灯佛 我们的行动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完全由我们的动机 好坏而定 祭天菩萨说 这个世界上 不管有什么样的喜悦 完全来自希望他人快乐 这个世界上 不管有什么样的痛苦 完全来自希望自己快乐 夜报的法则 是不可避免 真实不虚的 每当我们伤害他人时 就是在伤害自己 每当我们带给他人快乐时 就是在培育自己的快乐 如果你试着克服自私的动机 比如称怒等 并给予他人更多的慈悲 最后你将获得更多的利益 所以 有时候我说 愚痴的自私人 总是为自己着想 结果是负面的 聪明的自私人 会想到他人 会尽力帮助他人 结果他们也会得到利益 轮回的信仰告诉我们 宇宙间有某种 最高的正义或善 我们一直想发掘和释放的 便是那种善 每当行善时 我们就是往前靠近他 每当作恶时 我们就是在隐藏和抑制他 每当无法把它表现在 在生活和行动上时 我们就会感到痛苦和挫败 因此 如果你想从轮回的事实 获得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是发展这种善心 希望他人能找到永恒的快乐 并以行动去获得那种快乐 培育和修持善心 我们不需要寺庙 不需要复杂的哲学 自己的头脑 自己的心 就是我们的寺庙 我的哲学 是善心 西藏生死书 今天就播送到这儿 感恩大家 通过善有仇公益众筹平台 支持大藏经精品语音工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